精明效果 那個我想要分享一顆電子 我們這邊的電子 哪有每天 我有看到一台很特別的電子 就是這個 你看其他是方方正正 但是就這個不一樣 你可以拿起來嗎 你踢得動嗎 拿來櫃檯好了 你拿得上來嗎 沒辦法 沒辦法 那放這好了 我來看一下 這有多重 20幾公斤 這可以有20幾公斤 你幫我拿著 我提上去 真的有一點 有一點重量喔 你那時候 你怎麼會去設計這一顆啊 客人有需求啊 這是什麼車要用的 我現在還是搞不懂 哪一種休旅車 夾車都可以用 那這一顆是要給什麼車用 我不知道 我這車就 記不記得 我今天不是有看到兩顆嗎 看到兩顆就這一顆 只有這一顆 之前有一顆耶 這個CRV啊 還有Raffle啊 然後 今天那台車叫什麼 Lingga Lingga 椅子底下 就是正負駕駛座的椅子底下都可以 剛剛好就對了 所以你是否那台車專用就對了 沒有就是一般轎車底下 通常它的高度只要15公分 這個高度是多少 15公分 15公分裡面 喔啊那個 長寬 這個呢 這個呢 30 30喔 所以等於是它的寬度30 那長 也是有更小的 就有的車比較小 那可能只要做小一點 喔 就是看 兩尺寸做的尺寸 最多只能做200 這裡面多少 200 這只能200而已喔 200的電線 喔 所以沒辦法再 再 再搭 不然位置沒辦法 因為椅子底下大概是 30X40的空間 然後高大概15以內 可是重點是 有的椅子底下它會有凹洞啊 或是有的人會放一些無話沒的 也沒辦法 看車種 所以要裡面是清空的 欸我上次看到第一台紅色的車 那是什麼車 喔 納字節的 它不是 它是要放在他們那個備胎的位置 喔 它是放備胎的位置 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對 然後上次有一台那叫 跟不低口長得有點像 有一台更小一點的休旅車 嗯 它是放在它的椅子 因為它的 它第二台椅子是可以這樣翻起來 然後讓我放在它的椅子下去更好 喔 要看車 這算是屬於 也是 這特規啊 這沒辦法 只有這個尺寸 這最小的 今天有一個客人跟我說 它只能定寬度15公分 只有這個寬 這麼小裡面 嗯 然後可以坐高一點 做長 但這種電池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 裡面沒有逆變器 所以如果你需要逆變器的人 它外掛啊 空間有限啊 總要取捨吧 嗯 那你就裡面盡量不要使用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電啊 什麼電 不要用110就好啦 它可以啊 它兩個 它有兩張椅子 有駕駛座跟副駕駛座 喔 副駕駛座放逆變器啊 把線拉過去就好了對不對 對啊 100公分的線啊 喔就可以放到 喔 我知道了 它說把這個放在駕駛座 或者副駕駛座下面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放逆變器 也就是整個善用 車子底下的空間 我是魔法師啊 喔 了解了解 那如果說 它這樣子如果把它都改成一個安德森接頭 差是不是更方便 用安德森接頭去接啊 對啊 也是可以喔 因為那個安德森差怎麼變大 要變大啊 因為這個不行啊 我知道這個不行啊 另外不確定客人 沒有啊 我是說這邊接線出來接安德森也可以 它只要一次接好就好了幹嘛那麼麻煩 就不用再接來接去 它要搬走 就是固定就對了 對啊 充電呢 充電它拉延長線啊 也對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你如果說要拖來拖去也很累 二十幾公斤 而且它在椅子底下不好 對 而且就是單一的電子它裡面沒有逆變器 這個沒有發熱的問題 所以你看 它完全沒有散熱孔 這個我完全都沒有散熱孔 對對對 然後它有一個 基本的要有一個擴紋器 基本的擴紋器 有沒有這裡 對啊 可是它USB只能一個因為沒有位置 做不出來了 對 因為我要求它要有燈啊 嗯 兩個燈 喔 對 然後這邊兩個 兩個點檢查說因為有冰箱 喔 是喔 對啦 這個很重要這是冰箱要用的 對啊 如果你真的要再多一個USB就 拿一個這種 喔 東西 掉進去它就可以了 嗯 可是如果你這個又是做USB 它沒有辦法插12V 了解 OK 這樣截這個可以嗎 可以很厲害 然後這邊有一個開關 關掉這樣就好了 然後還有一個把手可以提 可以啦可以啦 200的其實齁 如果 如果我們沒有 沒有吹冷氣 沒有吹冷氣的話 這個齁 一個禮拜應該錯錯有 絕對沒問題 然後它的 形狀就像這樣子 就正正方法 好像一個那個電箱 那個沒有 錢箱 什麼箱 錢箱 保險箱 喔 等於是你車底箱 放一個保險箱 放一個貴重的電子這樣 對 OK 看起來比較像 對啊 對啊 你算是幫大家解決用電的問題 不錯啦 這樣也不錯 就每個人車大小不一樣 總要幫他 解決他要看的地方 你看喔 欸這個不會亮啊 那不會開關沒開 這個開關要先開 打開 這樣子 等於是車內 也可以用燈 可以啊 停電也可以帶回家 對 OK 好 可以 冷的 開關 好 就要 枯下 你 襲 在 棋子 零 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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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